北約將從目前的30國成員變成32國 在芬蘭和瑞典正式提出申請加入後 土耳其一直是反對的 這一個多月各方協調 但土耳其總統愛爾段 還是持續的地場強硬 不過在今天愛爾段終於說他不再反對 關鍵就在芬蘭、瑞典和土耳其三國 簽署了一個備忘入 完全支持彼此的安全威脅 在這之後 愛爾段對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才開了綠燈 那麼之前愛爾段說 瑞典和芬蘭不願意引渡一些土耳其 認為是恐怖組織的庫德族 要求芬蘭和瑞典不再支持境內的庫德族 還有解除一些對土耳其的武器禁運 才會不反對 那麼愛爾段是成功的利用芬蘭、瑞典申請加入北約 為自己增加籌碼 也確實得到他想要的 那麼拜登在愛爾段上飛機之前 打電話給愛爾段 向他表達如果愛爾段能在峰會前 讓這件事塵埃落定 這將是他和拜登坐下來 面對面談的好機會 現在確定在歐洲時間星期三 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和愛爾段 針對美圖兩國的議題舉行雙邊會談 白宮資深官員強調 美國沒有在中間扮演任何仲介協調的角色 那麼這件事最大輸家恐怕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京 芬蘭和瑞典這兩個冷戰時期的中立國加入北約 這是北約史上最重大的擴張 這也是因為俄羅斯發動烏克蘭戰爭的關係 在芬蘭跟瑞典的軍隊其實是蠻有能力的專業軍隊 在巴爾幹半島和在阿富汗都有和北約一起合作 那麼瑞典在利比亞也有參與執行進行區的任務 芬蘭地面部隊很強 瑞典有高科技 所以這兩個國家如果一起加入北約的行列 這當然是加分 那麼俄羅斯一定是最不高興的 TVBS新聞黃聰虎妮嘉輝在馬德里所作的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